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农村姑娘张英子 两次高考落榜 无奈之下 来到借林小学 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到校后不久张英子发现 学校里的三位老师 在县里的扫盲工作检查时 谎报入学律 让一个学生写多份作业 在不迷缘由的情况下 张英子一气之下 告到了县教育局 余校长等人期盼已久的奖金 和转正名额 也因此泡了汤 干什么 你敢告状 谁让你告的 那转正名额让你告没了 学校的奖金全都让你告泡汤了 八百块 整个学校的奖金你知道吗 这三年才有一次照育系统大检查 三年的机会多难得 你知不知道 你们弄虚作假 系上班下 我告你们怎么了 我告你们都是亲的 证据 证据呢 谎报入学律 你们让一个孩子写两到三百作业 我 带什么 你简直就是个三百姓啊 我们跟你有什么仇 有什么愿 你这边害我们 害人精 你们为了一笔奖金 弄虚作假 为了一个转正名额 公民钓鱼 那你们是什么 我是害人精 你们就是恶霸 你看看你们俩 哪像教室 快点 干什么 在里面给我待着 我让你告 开门 不开 干什么 你去告家 放我出去 待着吗你 开门 你说咱俩 怎么碰了这么一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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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弹上了 没见过这么没心少肺的 你给我好好地弹 可真够型的 弹吧 我可以 啊 啊 小斩 于小斩 我有事向你反应 我是因子 老于 我怎么听着这外面有什么动静 没事 你先睡 你别假装听不见了 那我跟你直说了 我告诉你们学校副校长 对我没 还有教务主任孙四海 他们记上瞒下 谎报入学率 还让咱们学校的孩子 一个人写两到三份作业 于小斩 我不知道你是否被人利用了 还是你故意隐瞒 你故意糊涂 他们做了这样的事 我告诉他们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管不管 地校长 你们学校 你是谁啊 就跟你不是这个学校老实似的 有党老实的 告自己学校的吗 你懂事吗 还你们学校 还我被人利用 你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谁 SEN действ 尽量太神 洛杉 施 装 睡眠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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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说 这天底下 连说里的地儿都没了 有你妈自己学校的老师了吗 我也不配叫你小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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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着过 我接着过 是吧 师父 托垃圾师父 等我 带我一场 咱们三个 七上南下 运出了一个月 他一告到底 怎么来了这么一个克星 现在名额没了 下面怎么办 社长来了 医生长 张影子呢 刚才上我家去了 不可能 我给他锁起来了 啥时候锁起来的 就刚才呀 也好 我是怕他跟阿朗给叼了去 小张老师太年轻 就别为难他了 他不理解咱们 实在想告 就让他告办 让他冷静一会儿啊 就把本打开 要不啊 真成咱们的不是了 我跟你们说啊 不能这么讲着 得凑钱 先把学生们采雷的草药卖了去 今天 这雨势也不太好 又要亮不多 再说 现在卖也可惜了 也卖不出个好价钱呢 不管 闲卖 明天不上课 让学生们上山采药去 行了 那 我找几个学生长 砍两棵树去 这木材都湿着 能卖啊 闲卖了 便宜一点 我再把那两头竹买了 啥 那嫂子不得疯了 是啊 不管了 投着买 余校长 余校长 邓老师 张老师不见了 不可能 我知道了 我出去找 可别让狼给叼了去 真不叫人省心 lightning 耳心 崇启 この 德 你 increases 高 倒 不得 找到了没有啊 没有啊 行了 不早了 你们都先回吧 我去他们家看看去 于校长 注意安全啊 回吧 你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你说孩子也是的 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 你打我 你要是我亲闺女 我一巴掌拍死你 算了 算了 你别用打我 就因为你搞建林小学的状 我在那儿可干了二十年的 你在他们也一伙呢 你 我这次一巴掌拍死眼睛 你能打我机上干事 闺女 你搞 你搞去 我现在搞 你打我也得搞 好好好 你搞去 你搞去 我不在这儿跟你说了 我去教育局说去 你说去 你说我连你一块钢 你妈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孩子 我倒点水 你安疆仇报 不摆事实 不找根据 你知道他们的底细吗 是善 是恶呀 恶的 是对 还是错呀 错的 你这个孩子 烫着 烫着手 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对的 别认为就你清楚 别人都是在骗人 你了解禁令小学的实际情况吗 我在那儿教书那会儿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我才把这入学率搞到了百分之十六 那余校长那是费了多少心血啊 余校长您来了 余校长您好您来了 余校长 孩子不懂事儿让您跑一趟对不住了 是是 没事儿 我就看看他 人没事儿就好 是是是 您做 真是 然后我不打他 真是 就是他 就是他 把解禁小学的入学率高到了百分之六十 这期间 他想尽了多少的办法 伤了多少的脑筋 费了多少的利益 才把这山村的小学 硬办到现在 我问你 你知道那儿的老师一个月拿多少钱吗 一百来块 少啊 你拿了吗 还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你扯什么扯 那所有老师的工资啊 都已经拖欠半年多了 每个月到手的也就十来块钱的财政补助 这次想弄个闲劲 得点奖金 修个校舍 给孩子们过冬 那孩子们手上啊 都是冻床 看着都心疼 可是学校穷 修不起 这不 我们就动了点崴脑筋 广包一下入学旅 这是学校里多少人 近三年来的心愿呢 这次检查 杰林小雪要是能凭上闲进 这奖金就能修校舍 孩子们冬天就不用收冬了 这回奖金也没了 这都是您惹的祸呀 余校长 他苦撑了一辈子 快要背个处分 这转正 还是彻底没希望了 那我问你 让学校孩子一个人写两三份作业 这事你怎么说 让一个孩子写两三份作业 这不就代表了入学率吗 这你怎么就不懂啊 不懂 这事我有点不明白 我搞不清楚 就你这脑子 也是考不上大学 没有入学率怎么凭闲金呢 凭不上闲金怎么得奖金呢 得不上奖金怎么修校舍呀 就这么简单 简单 这是崇高 就你们那种欺骗的行为 也配叫崇高 我说他是崇高 用你的话说 这就是欺骗 这是我 是余校长 是我们借铃小雪 所有人认为的崇高 我们没往自己身上连钱 我们是为了孩子们不受冻 是为了行校舍能盖得起来 差不多没事了 我回去了 余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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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口东西再走吧 不吃了 走了 余校长 你就是来看我的吗 是啊 山里有朗 你半夜走了我不放行呢 那你刚刚让我滚 是我心里有气 你有气也不带这么伤人呢 我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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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想叫明老师知道 明老师是老鱼的爱人 也是咱们寄铃小雪最早的老师 他现在一直身体不好 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转正 如果学校获得先进 就能有一个转正的名额 大家也都商量好了 决定把这个名额 让给明老师 可是你这么一闹 这名额没了 这要是叫明老师知道了 还不得出人命感 没那么严重 这孩子 我本来以为 你们都是坏人 听你这么一说 我成坏人了 你认为你是好人哪 知道你的 会认为你不做调查 小题大做 不知道你的 会认为你成亲捣乱 恶人告刁状 我 余校长 真是对不住 这样 教委我去给你喊冤 我自己的事自己担着 我想办法弥补 就你 行了 我走了 余校长 余校长 您来坐会儿吧 您坐会儿 余校长 我送送你 对快去 你说你这孩子 哎 闺女 你干嘛去 你干嘛 你这个 哎 哎 余校长 余校长 别松了 哎余校长 哎 这孩子啊 太不省心了 给你添堵了 多淡淡 哎呀 别说了 咱们也不对呀 毕竟谎报了入学率 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今年冬天得把钱凑上 起码把抢修上了 孩子们不至于冬着 哎 那明老师那边呢 我回去再安慰安慰他 哦 呃 我这儿啊 能给你凑个三百块钱 给你先垫是吧 如果我需要再跟你说 余校长 你真不容易啊 学校更不容易啊 今儿又退学走了一个孩子 租二哥还在这呢 家里啊 半夜来人把他给领走了 他爹病死了 得回家啊 顶大量过日子 才十二岁啊 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站在家门口 就能看见学校的国企 就像看见学校一样 我这行李 咋过卖铁 我一定把这小蛇给修起来 về 余校长 你怎么不像上级反应 这山大得很 经济上还很落后 不过我听说了 上头马上就派科技扶贫团来 这样就好了 搞科技得先抓教 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行了 你们回吧 老爷 支持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K 我说了要弥补 必须说到做到 网鱼啊 转正这个事 还是要先紧着你 我这病病歪歪的 别拖累你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你别自己憋着 你好起来最重要 你那转正重要 刚才那个张老师嚷嚷的 我都听着了 咱们别计较 是 他是个孩子吧 我年轻的时候 脾气也那么臭 我没有勇气当面向他们道歉 我把我的感受写在那文章里 寄给我审报的同学 发在审报最好的房间上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你求我内心的平静 你求更多的人能帮助这座小学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大山 小学 国旗 人呐 是会慢慢改变的 只要目的是善良的 就要坚持下去 就会打动别人 对张英子老师的态度 可以转变一下 我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不要过多地埋怨他 我知道了 李教授 我现在看见他呀 还是高兴不起来的 他是个女同志 关注他一下 知道了 孩子们到齐了 好 啊 这里 斗火哥 我先给你打动 他就会打动 我 他就会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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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就立心 满满地铁八卦 全球满满地铁八卦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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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弼 同学们 天气就快转凉了 要多加衣服 锻炼神体 千万别感冒了 解三 余校长 余校长 咱们吉林小学 可是上了报纸了 我看看 这篇文章得到了省教委的高度重视 决定给咱们吉林小学 拨三千块装款修新校舍 还给了我们一个转正名额 转正名额 太好了 你看看这么一大篇 大山 小学 国旗 作者 张英子 孩子们 都过来 都过来 是吧 我们的新校舍呀 可以动工了 可以动工了 我们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 好不好啊 好 谢谢英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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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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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